超端定有一次年紀真四天就很強調國際標準目的小朋友 其中有一對家庭的任務只有一段時間 不過今年的國際標準目世界大賽當中 快就拿到優利的摩登主的冠軍 快對著舞蹈的一場跟努力讓人很欽佩 這對家庭的標示 希望說國中了夠他們可以來作為教練 歡迎來到學生 一場年紀真四天的小朋友 對著老師的動作跳到國際標準目 每個人骨勢都不會輸到大人 每個老師的標示 跳步不斷可以讓主台變水 也對他們的健康心中非常有幫助 以學國際標準目來講 其實最要求的就是身段的部分 那我們就會要求他們就是在 跳舞步是一回事 那我們會希望他們把肚子收 然後屁股貼 當他們在就是注意這個腹部跟腰臀的動作的時候 其實相對的他們的核心都會順便訓練到 對所以對他們的姿態啊 跟一些核心的運用都會很有幫助 想要跳好國際標準目 需要兩個人給上信任配合 雖然有當時意見不合 不過他就在外出最好的舞蹈 他都是不放棄 甚至他更加努力 這對家庭的阿公 未來想要做教練 是到底啊 我舞手拆一拆倫巴 森巴捷舞 鬥牛舞都會 就有時候 有時候跳到一半就會意見不合 然後就吵架 就是有時候很累的時候 還要再練習然後再跳 就會有點累就是很 會不會覺得跳舞很辛苦 會 會想要放棄嗎 不會 就是以後可以當老師教同學 或者是就是 比賽或表演給大家看 以後可以當老師 可以教的徒弟 這對家庭雖然只有八九歲 連舞只有一年的時間 不過在今年的國際標準舞 世界大賽當中 拿到英雄儀某人主的冠軍 實在是非常不簡單 這次小朋友在小巨蛋 228小巨蛋比賽呢 得到非常優異的成績 他們在摩登上面呢 是全國冠軍 因為他們是每天練 每天練 自己也有興趣 所以他們想說 老師 我們可不可以 我們國中的時候 我想當助教 當老師 我說可以 只要願意 都可以做到 這項小朋友 雖然年紀都很碎 不過對著自己的表現 都很要求 很認真 也很堅持在練習 他們都表現 跳舞都要給他們 很大的快樂 繼續要轉 藏寶島 來 坐好 來 坐便 感谢观看